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巴阿基進組織5000枚火箭彈突襲 以色列宣布進入戰備狀態 這戰機可任意進出中國 美媒報B-21隱形戰機可協核武轟炸 中南海西內閣其內鬥 李強和蔡奇關係緊張 普京吹牛落空 說好的S-500量產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7日 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你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5000枚火箭彈突襲 以色列宣布進入戰備狀態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7日上午從加薩地區朝以色列發射了大量火箭彈 以色列空襲警報大響 哈馬斯的軍事指揮官7日發布錄音訊息 宣布展開阿克薩風暴行動 用5000枚火箭瞄準敵方的陣地機場軍事基地 稍早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激進分子已經進入以色列境內 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目前正在動員士兵 預備役軍人也被徵召入伍 據CNN報導 火箭彈是在當地時間週六早上6點30分發射的 當時多數以色列人都還在睡夢中 根據以色列救援部門表示 火箭攻擊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多人受傷 隨後 以色列國防部宣布 一些來自加薩的武裝分子已經進入以色列領土 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宣稱犯案 軍事指揮官穆罕默德德伊夫發布錄音訊息 宣布發起阿克薩風暴行動 用5000枚火箭瞄準敵方的陣地機場軍事基地 並在錄音訊息中發動針對以色列的全面起義 聲稱 如果你有槍就把它拿出來 現在是使用它的時候了 以色列國防軍7號宣布進入戰爭狀態警報 正在動員士兵預備役軍人也被徵召入伍 並警告激進組織哈馬斯 必將為其攻擊承擔後果和責任 以色列機場管理局表示 以色列南部 中部多個機場已經暫時關閉 這戰機可任意進出中國 美媒報B-21隱形戰機 可歇核武隨意轟炸 美國的B-21突襲者戰略轟炸機 在全球軍事領域內備受矚目 這款飛機由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經過數十年技術沉澱而打造 即現代化的隱身技術 高效的航程及靈活的彈能力於一身 被譽為美軍的空中殺手鐧 對於B-21的存在 美國抱持強烈信心 認為它可以自由進出中國 並隨意轟炸 根據軍事專欄敖郎記今天的報導 由美媒指出 B-21隱形技術幾家 從設計到材料的每一個細節 都指在為其提供穿透對方防空的能力 針對尖端防空雷達這類偵測手段 B-21對排氣口 吸氣口這些細節進行優化設計 以降低被對手偵測的風險 美媒相信 B-21可以輕易地穿透中國的防空 對中國發動襲擊 除了極強的隱身能力外 B-21還可以裝作核子與傳統武器 美媒分析 若中美兩國開戰 既擁有優秀隱身能力 又裝備強力武器的B-21能強力打擊中國 另外 B-21的網路化作戰能力 特別是與其他平臺的協同作戰能力 也是其顯著的強項 隨著數字化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 未來戰場將更看重電子戰 網路戰之類非對稱的戰爭手段 而B-21的傑出網路化作戰能力 能取得重要優勢 中南海新內閣其內鬥 李強和蔡奇關係緊張 中共二十大後 習近平親信習家軍佔據高層 習家軍內鬥成為新的政治觀察點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軍濤10月6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南海現在是李強和蔡奇不合 蔡奇在政治局常委的班子裡是負責安全的 習近平外出時的安全是蔡奇在掌握 蔡奇這個人公開的溜須拍馬 比較符合習近平的心意 比如他講習思想 入腦 入心 入魂 比較符合習近平的心意 習近平待他在身邊的時候 別人一般說不出嘴的話 他都能說出來 他做這方面比較擅長 李強當總領後兩度出訪都沒有做專機 而是自我降格做包機 在剛過去的十一招大會 本來今年中共建政74週年 非五非十 按慣例是總理之詞 但習卻破例講話 李強遭冷落一邊 王軍濤說 據他所知 李強過去在地方當一把手的時候就比較低調 習近平可能就看重他這一點 李強當上政治局二把手之後 他生怕習近平懷疑他 因為二把手一般就是可能功高震主 我覺得他現在有意識往後靠 王軍濤說 前一段時間 別人說他跟習關係不好 要辭職 這些傳言的流出 都是李強很擔心的事 他說 現在中南海的內鬥 主要是李強和蔡奇關係緊張 蔡奇肯定跟李強關係比較緊張 因為蔡奇吹牛拍馬不用買單 那李強他國務院要買單的 做得不好 國務院要做檢查 所以歷任總理總是檢查最多的 而且總理下面被查的腐敗也最多 李強作為總理主管經濟 原本第五號人物的蔡奇主要封管黨務和安全 今年3月以來 蔡奇幾乎參與了習近平各項出國訪問行程 近期蔡奇大有頂替李強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勢頭 9月下旬 有疑似李強的妻子女兒的詳細信息及其涉貪腐的政商關係被在海外網路上爆料 資深時事評論員中原對大紀元表示 李強的傳聞可能是反習勢力放風 以分化習家軍 也不排除習家軍內部互相拆臺 李強當總理 習家軍內部恐怕有不少人不服氣 或許想按秦剛的模式搞他 普京吹牛落空 說好的S500量產 今年8月底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逸股前往防空系統製造商金剛石安泰的工廠 檢視防空系統的生產 期間強調了現有防空系統的有效性 但是備受矚目的S500的規模量產卻無聲無息 據美國防務新聞5日報導 在最近的參訪中 邵逸股在參訪過程中 和該公司的負責人一起強調了S300、S350和S400防空飛彈系統 在烏俄戰爭中的有效性 然而 參訪期間卻完全沒有談到更為先進的S500普羅米修斯飛彈 據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智庫稱 俄羅斯先前相當重視S500的發展 以期用來對抗高超音速武器 S500的射程較現有系統更遠 據稱可以在600公里的範圍內接展目標 而S300和S400分別為150公里和400公里 不過 新型的S300也有接近300公里的射程 早在2018年 俄羅斯總統普京急呼籲規模生產S500 不過 製造商顯然落後了 據俄羅斯軍事專家吉爾德夫稱 西方對俄國實施的制裁 可能對防空系統的開發生產造成了負面影響 吉爾德夫說 俄羅斯可以大量生產防空飛彈 主要是48N6系列飛彈 因為它們是技術型產品 對外國零部件的依賴很小 它指的是S400的主要飛彈族 至於防飛彈系統和雷達的生產 它們的生產周期很長 而且依賴於外國電子元件的供應 顯然無法實現全天候生產 此外 一名不具名的金剛士安泰的員工夏美美表示 該公司正在面臨機床問題和零部件的短缺 企業的生產速度有所提高 但工人不足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